尤其國安團隊,過去兩年多來,荒腔籌版的事很多耶 這兩天其實你看這個台日的事情也一樣嘛 雖然外交部第一時間都有出來說表達嚴正抗議等等,就是對漁船這件事情 但是某種程度上你會覺得我們的部會講話口徑不見得一致 那就是國安團隊你在領導指揮上出的問題 3月15、16號在台北又要召開什麼? 台日漁業的委員會 3月15、16 那今天發生的這個議題,這個海域 今天發生這個海域就是所謂的北緯27度以北還有八重山群島以南的重疊海域 這個水域日方始終不跟我們談喔 為什麼不談?我們能不能強硬一點? 跟江委員報告,有關於八重山那個倒三角形的水域一定會在議程上面 一定會在議程上面 你們要不要強硬一點嘛 這個不是強硬不強硬的問題,而是說要找到一個讓大家都覺得滿意的解決之道 好,可是在這過程裡面態度不能軟弱 我們從來沒有軟弱過 態度如果軟弱的話是沒辦法在上面談的 跟江委員報告,我們從來沒有軟弱過 對不對 喔 好,我就要跟你門口,你也不歡迎 談判桌上面比拳頭的啦 部長,我想你也是專家 所以這一點,我期待你們 不要示弱 該強硬要強硬啦 拿到我們要的東西啦 那個才是真的啦 跟委員報告,我們不會示弱 好,你知道嗎 好,不好意思 謝謝老師 好,不好意思 我去看看 感覺 當然 好,不好意思 師傅